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可以現在訂閱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裡面看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事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戶型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以及將來的收納及協助辦理各項政見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成為你資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木店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事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曾得最理想的安樂屋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事業的問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今天就是大年初一 在這裡一定要說一些祝福的話 恭祝大家新的一年 心想事成 身體健康 最重要是龍精虎猛 虎虎身威 因為接下來這一兩年 健康肯定是排在首位 另外也是祝願全香港 全中國 以至全球 都可以盡快驅就疫情 人人過回健康正常的生活 另外也希望香港可以一團和氣 少一點鎮咬 過去這兩三年 香港也是比較多鎮咬 希望接下來的日子可以大家 真的一家人一團和氣 今天帶大家來到哪裡看樓呢 我個人覺得大年初一 看什麼樓都不要緊 最重要的一件事 看得開心 今次帶大家過來珠海 也是情侶路附近 一個海灣的大盤 發展商是萬科的 所以這個項目 在新的一年 也可以這麼說 是安安穩穩 不會有太多的風險等等存在 因為發展商的實力 在全國來說都是數一數二的 不過說真的一句 今天這條影片 你是不是想買這類型的樓盤呢 我覺得也不重要 因為都是那句 你看起來覺得景觀漂亮 看得開心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萬科的樽灣斧 其實我相信之前也有其他頻道介紹過 這次我們的人員過來 就是告訴你 在這個珠海情侶路附近的位置 也是近市區的 你要回去消費購物的地方 也是相當方便 相當之近着這個九州港 樓盤就以屋苑的形式去發展 雖然棟數不多 但是以豪宅盤來說 其實有這樣的規模算是大了 整個屋苑有獨立的四棟樓 在情侶藍路這一邊 其實很多樓盤 即使你說它有兩棟都好 實際上它是黏在一起 因為地皮的面積有限 所以萬科拿到這一塊地 真的算是在這個區域裏面 拿地的佔地面積是比較大的 另外項目說不上便宜的 因為都是說單價方面 4萬6至5萬元 之前我也提過 情侶路也好 情侶藍路也好 全部的盤都是慢慢賣的 很少就會急著 希望一年內清貨等等 所以你預算這個盤現在是樓花 可能去到現樓也會有貨賣 沒辦法豪宅的銷售步伐就是這樣的 我也相信不是很多人 會對這一類的樓盤感興趣 但也不排除有人喜歡情侶路的豪宅 之前我們都有遇過一些觀眾的查詢 就是鍾情於情侶路的靚盤 靚海景的單位等等 好了 看完航拍畫面之後 我們馬上就跟Jerry進去看看靚海景 和大家走個好年 希望在新的一年裡面 人人都可以大吉大理 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Jerry 今天的鏡頭逗留在珠海市區這一邊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在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前 大部分香港朋友來到珠海方星 都是搭船的 會在中港城碼頭 或者港港碼頭過來的 我現場的位置 就是在九州港碼頭附近 碼頭附近現在有一個萬科的樓盤項目 正式對外發售 目前它的一座柳王是如火如荼的開售當中 它所望到的景觀也相當相當的英俊 現場是怎樣的情況呢 我們就鏡頭轉到燒頭中心去看一看 首先我們項目珍灣府在位於情侶南路 然後我們項目這裡大概10分鐘之內 可以到達九州港 九州港碼頭大概一個小時 可以到達深圳的舌口碼頭 同步到達深圳的機場碼頭 同步到達深圳國際機場 OK 然後九州港碼頭 70分鐘左右可以到達香港的港澳碼頭 還有中港城碼頭 然後同步 通過這裡新開通了到澳門蕩仔的碼頭 大概25分鐘 同步到達澳門的國際機場 OK 然後通過我們這裡5分鐘 通過這個人工鋼麥橋 到達港澳大橋西人工島 通過這裡然後走港澳大橋 大概40分鐘到達香港的國際機場 到香港大玉山 是他們三幾大國際機場 深圳的還有香港的 包括澳門的 然後走港澳大橋延長線 我們35分鐘左右 可以到達珠海的金灣機場 嗯 然後 同情侶南路 大概15分鐘左右到達龔北口岸 不行5分鐘可以到達澳門 OK 然後15分鐘可以同步到達珠海站 珠海站目前連接的廣州縣 到廣州南站 廣州南站 廣州南站 然後可以同步接駁 60多個全國的大中城市 現在已經開通的 比如像北京的高鐵 大概8個小時可以到達北京 OK OK 這是咱們軌道交通 包括海上的 然後咱們 從我這裡然後接駁 包括九州大道 然後包括剛剛講到的 港澳大橋延長線 無縫接駁 廣澳高速 珠三角環線高速等高速 可以順時到達大灣區內的幾大城市 都可以的 非常的方便 那劉先生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像我們這個項目的話 其實周邊有哪些購物啊 包括醫療配套這樣 我們這裡呢 首先我們這屬於極大 極大未來在建設一個叫珠海之心的一個商圈 就是珠海既有的 珠海的免稅 包括珠海百貨廣場 它這裡都在改造 改造完成以後呢 它未來會是城市之心的一個商圈 OK 然後包括我們的學校呢 這裡有 我們學校南邊這裡 我們項目的南邊就是一個 台灣小學 台灣小學直升九州中學 九州中學是目前珠海排前三的一個中學 這是原來的珠海的實驗中學 OK 台灣小學呢 它是17年開學 然後目前已經升到四年級了 然後目前也是排名在前十的一個小學 OK 所以這邊的學區還是比較優質的 那醫療方面呢 醫療方面整個在我們極大 其實在珠海這邊 本身的三甲醫院基本都集中在新疆州 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珠海 主要包括比如說廣東省中醫院 珠海市人民醫院 珠海市市中醫院 這都是三甲醫院 大概就是20分鐘之內都可以到達了 OK 好 大概這邊了解了 你好 李先生我看到我們這個就是我們項目沙盤呢 對 我看到有幾個東西已經賣完了 是的 其實我們現在在哪個位置 我們現在在這裡 剛剛您是從這裡 從四甲這裡進來 然後通過這個聯廊 叫雨花廊 到達我們三號樓 在售樓部這裡 OK 整個項目呢 我們是有兩萬兩千平米的佔地面積 總共建立面積是六萬六千平 然後容積率3.0 整個小區的綠化率有36% 然後我們項目是有一個雙廊 有一個雙廊五圓這樣一個打造 雙廊五圓 對 八綠十二景 這是一個圓林的設計 反正聽起來就很 對 對 然後反正您剛剛從外面走進來的時候 也是比較的有風格 對 古典的圓林式風格 然後我們下面這裡有游泳池 三棟這裡有游泳池 OK 這裡包括深水池還有兒童區都有 然後我們一棟這裡 主要是一些休閒的書吧 OK 包括兒童遊玩的地方 包括一些會客的地方都有 我看到這一棟樓下是不是 這是噴水池還是什麼 這是一個景觀池 景觀池 對 OK 那其實我們現在主要賣是哪一棟 我們主要在賣在售的是一棟 對一二樓 因為我們二三四棟已經從去年到今年 已經全部收信了 已經全部收信了 我們一二樓呢 主要是一個L型 然後它更直觀的是一個海景 西南面的一個海景 然後我們現在鏡頭的右邊 這樣子看的話 這邊是南向還是 南西南向 西南向 可以隔海直看澳門 隔海直看澳門 看宮北 OK 景觀非常的開闊 因為我看到那邊就是九州港碼頭 九州港碼頭 九州港碼頭是位於東面是嗎 東面 OK 項目的東面就是九州港碼頭改造 然後南面就是海灣小學 這裡海灣小學 然後西面這裡呢是珠海的多家村酒店 多家村酒店 然後北面這裡是規劃的一個公園 也是沒有什麼遮擋 OK 那想了解回現在就是一棟再說了 它是怎樣的產品 我是這樣的我們移動的主要是分三個單元 一單元的是九十九坪 然後一百三十四坪 兩戶一梯兩戶 OK 二單元的是一百三十四坪 一百三十四坪 然後還有這個東南向的一百零四坪 OK 是兩梯三戶 兩梯三戶 然後三單元的是一梯兩戶 都是七十四坪 這兩戶都是七十四坪 OK 對 整個是四梯七戶這樣一個戶型 OK 就是說小面積的其實就是在三單元 都在三單元 而且東南向 東南向 高層可以看海景 OK 我們這個是幾層高的 我們總共總層高是二十六層 總層高二十六層 對對對 因為我看到像我們樓下這些 這裡是 對這邊是我們配備的一些商業 包括這邊 全部都帶有明火可以做餐飲 然後像我們這個會不會說是從三樓開始 三樓 從三樓開始 三樓開始 從三樓開始 因為我們的挑高總共有七米八 這麼高 對對對 OK 好 然後我們價格方面 我們的價格的話 像這邊的話 99屏目前就只有中低樓層了 單價大概在五萬二 五萬到五萬二的樣子 然後像134屏的價格就相對便宜一點 大概在四萬六到五萬的樣子 OK 然後這邊其實一個是景觀 由於大面積 但是它的景觀是非常OK的 OK 所以它的單價會略為便宜一點 性價比比較高 OK 但是比如說像這邊的104屏 它的性價比也比較高 均價大概四萬八左右 四萬八 四萬六到四萬八 然後74屏的這種 因為是小戶型 單價相對會高一點 大概四萬八到五萬的樣子 OK OK 收入樓時間是什麼 收入樓時間我們是二三年的六月份 二三年六月份 八算裝修 清裝修 清裝修 對清裝交樓 OK 物業費呢 物業費五元 萬克自己 還有就是關於車位那方面 車位的話 我們整個車位的比數是1比1.18 車位都比較有富裕 都比較多 我們總共548戶 然後有657個車位 會不會到時候發售 已經準備開始發售了 預計什麼價格 預計的話 負二層大概就是17萬到25萬 然後負一層的話大概在25萬到30萬之間吧 兩層地下車庫 對兩層 局部的話就是負二層 然後整層是負一層 OK 其實我看到這邊的話呢 往這個方位 這一個位置就說東邊是九州港碼頭嘛 對 然後東邊的話中間是隔著小區還是怎樣 有一個小區 這邊有個舊的小區 但是樓層不高只有七層 只有七層 對他們原來的樓梯樓 後面新架的電梯 然後這邊是一個30層 一個華色一個家園的合作的一個項目 對 OK 家園海液新聞 但是這邊的都是大面積的 最基本上都是160到300屏的 明白明白 整個區域的話就只有我們這裡是 74到134平米的 剛需戶線 OK 好 謝謝 我們現在呢 就上到了這個 萬科真灣府的實體樓上面 其實現在呢 我們完成是三棟的一個位子 這樣跟在售當中的一棟呢 就有些互相類似 但是空間格局結構 和潮向方面呢 就有多多少少不同 那所以一會兒我們看時間單位呢 就主要是關注裡面一個佈局 和裝修標準的 這樣可以現時 站在這個位子呢 是屬於三棟一個 電梯 空中連郎的一個位子 我們其實現在看回潮向方面 現在呢 對著外邊的這個位子 其實主要是向著一個 東位比較多一點的 對 向著東位比較多一點的 就是要看回這件事 升級改造當中的九州港碼頭 那其實呢 如果是考慮到這個方位的話呢 一座的呢 會有三個回零 七十四和一百零四平方的 這兩個size呢 就會向著這個方面的view 但是呢 多了一點點 可能流程方面呢 就有一點點注意 因為下面呢 有另外一個叫海韻星灣的小區呢 所以呢 有留程一層一定的高度呢 才可以趴過這個小區 看到一個比較漂亮的海韻 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樣板房 這個是 一百零六平方的 弧形 那這個呢 跟我們在售當中的 二單元的一百零四方呢 就是一模一樣的了 幾乎可以說是OK 進來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 有一個門在這裡 包括這個指紋 文碼索呢 值得一提呢 其實呢 是有多一點點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這個在售當中 一百零四呢 這個門呢 它是會比較側一點點的 就是開門方向呢 是在這邊的 而一百零六呢 開門方向在鏡頭這裡 而一百零六呢 而來時的開門位呢 是在另外這一邊 要跟大家說一聲的 OK 再回到來之後的話呢 包括這個 懸關� 也是我們 介紹一個交付標準 我們可以看一看裡面的室內空間 它現在又擺滿了一些雜物在裡面 其實這個懸關櫃都相當之大 包括到了門的後面這個位置呢 都是它的懸關櫃來的 好了 好了 看完了這個呢 看到鏡頭左手邊的廚房位置 在廚房方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簡單地看一看 它包括我們這個 這個 吊櫃 還有 我們的 下面這一些 三件套呢 都是做好給我們的 我們的 燃氣爐 消毒管櫃 也是會交給我們的 包括這個七六營機 OK 這個就是廚房方面的交付標準 這個門呢 也將來是會有的 這一堂門 好 回到這個廚房 這個廚房呢 我們可以看到 格局相當之市正 還有四四方方 而且呢 它這個 景觀潮樑的方便 剛才也說到 僅能作為參考的 我們看看它的闊度 一二三四五 五八四 足足有四米闊的一個開間 修羅標準的方便的話 天花吊頂做好 長體的都是白色的乳膠漆 好了 我們出來 陽台這邊看一看 陽台的話 現在肉眼所見到的交付標準 就是這樣 一模一樣 亦都是 這個長體 用了一種納米式的 全身的一種 柔柔的技術 那對面這一座 其實是二座的方向來的 可以看到這一邊 主要是一個度假村酒店 主要是比較有名的 一個酒店度假性地 當然啦 這裡的景觀 就是這個尺寸 這個模型的景觀 就不是這樣了 好了 裡面這個冷氣 到時也會交付給我們大家 除了我們的廳之外 房間所有的冷氣都是有的 看看鏡頭的右手邊 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 用眼所見到的 包括標準 包括冷氣 地面的木地板 和長體雨交測 包括飄桌 和窗 都是我們的交流標準 亦都相當之大 鏡頭的左手邊 就是我們 公用的衛生間 衛生間旁邊 有一間客房 OK 到最後 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 值得提 這個衣櫃 都是做好給大家 所有的回應主人房 都會配置這個衣櫃 我們先看看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整體的大小 其實都相當OK 把雙人床 和兩個床頭櫃 還有很闊的空間 最重要 我很喜歡它有這麼大力的飄桌 如果好像現在座利秀當中的 1042單元 104平方的回應 高樓層小小 這裡一看出去 就是看回九州的碼頭 海景的方向 也相當英俊 好 最後欣賞一下主人房的套廁 好 我們來到三座一單元的位置 在這個單元來說 它和現時在售的一座一單元 無論那個空間格局 或者是朝向 其實都是一樣的 哪怕在賣的兩個戶型當中 亦都是戶型結構一模一樣 可能就差一點 小了一兩個方 或者是大了一兩個方 這樣的情況 我們看看這個 就是一個出電梯的位置 出電梯位 在這個位置 其實它還有一個空中連浪 將來這個空中連浪 是連通到一個 另外的二單元和三單元那邊 OK 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先進來這邊 這裡就是這個01弧形 這裡有一個02弧形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01弧形 這個01弧形 在三座這邊是101平方的 其實我們現時在售的是 一座那邊是99平方的 小了兩個方 但是那個格局和朝向 就一模一樣 好 進來這邊 我們看看這個 就是入門口的交付標準 包括這個門 密碼鎖 以及這個鏡頭左邊的櫃 都是我們將來的交標 OK 好 我們先進去鏡頭左邊 廚房欣賞一下 一個L型的廚房設計 亦都餘留足夠位置 讓我們放了一個大型的雪櫃 在廚房在旁邊 是我們的公用衛生間 而公用衛生間旁邊 有另一間房間 可以拿來作為我們一個客房 OK 再出來之後 在我們鏡頭的這個廚房 鏡頭的右邊 亦都有另外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主要的景觀 就是回到珠海的度假村 酒店那一邊 好 好 還有主人房 再登上一下 大套廁 OK 都相當之大 這個主人房 配置了一張米八的大床 也有一個大飄桌 可以給予我們 主人房的朝向 主要是向著西南向的景觀 因為現時 其實我們主要是在三座這一邊 我們看到鏡頭的左邊 這一座是二座 二座全面是一座 可以理解為 一座的景觀 視頻會更加美麗 OK 我們就出來 客廳為止 先 我們先去客廳位置 來長廣 現在現時 這就是我所在的客廳位 將來我們一座 將我在前面這一座 再翻出去 即是在售當中的產品 將來一座的景觀 可以看回 西南向的景觀 可以跨過一座前面的一個 學校 以及在前面的七八層 一個小區 可以看到海景和澳門 鞏北關閘那邊的方向 相當漂亮 而且在右手邊 鏡頭的右手邊 其實就是一些別墅的景觀 是屬於珠海的一個 度假村酒店的別墅 所以其實 這隻尺寸來說 相對而言 相對而言 因為景觀很漂亮 所以一座當中的產品 也不算是價錢 也不算是低的 這隻尺寸我們先看到這裡 看完一個01-99方 看看另外一個 138平方的三棟 實際上一棟是134平方 但空間報告也是一樣 廢話不多說 先進來 交流標準 就不多作介紹 剛才也有做過詳盡 選擇一間介紹 我們進來 主要看看這隻戶型的空間報告 這個戶型 飯廳和客廳之間 形成了一個錯位 使得我們的飯廳顯得更加大氣 亦都預留了一個空間 可以給我們好像類似這樣 放一個非常大型的酒櫃 我們先簡單欣賞一下 飯廳後面的廚房的位置 廚房做了一個U形式的設計 亦都預留了一個大位置 可以放雪櫃 好 好 我們直接來到客廳所在 客廳跟剛才介紹過 三座 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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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九方 那一隻 朝向 其實是一樣的 看出去也是西南面的景觀 一座會更靠前面二座 到時 日後就可以看到 拱北和澳門 加上海景 晚上就可以完成 虎覽整個情侶路的夜景 真的相當靚仔 我們在鏡頭看看 休息區這邊 休息區這個走廊 鏡頭的左邊 就是我們公共的衛生間 空間 接著是房間 整個戶型是做了四房設計的 其中這間就是比較 挖住客廳的一間房間 還有一間小房間 還有一間小房間 好最後就是我們主人房大套間 好 還有一個非常大的衣帽間 給我們的 這個櫃也是配送給大家 好 好像這隻戶型 這樣來說 包括我們的主人房 其中一間房間 還有我們的陽台客廳位置 其實都是向著西南位的 都可以 有一定的高度 有一定的高度 有一個美麗的海景 可以呈現得到 OK 這個戶型 我們先欣賞到這邊 除了一些面積量位大些 去到一百房以上的單位之外 這個項目 亦都有些小的單位 剛才在模型上也有說過 不過單價就會更高 這個單位 76個平方位 兩房一位的間價 雖然是小的單位 但是也可以是它的窗口位等等 可以看到一定的海景 現在我們就聽著音樂 讓大家慢慢欣賞這一套 76平方米的示範單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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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捱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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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示範單位之後,我們在這裏都給大家看看 樓盤裡自己申報的小區內外位置一些不利的因素 部份的樓盤願意展示自己的風險因素都是好事 我們不逐漢地說,因為我們看見都沒有太大的負面或風險 有興趣的,自己按停它,慢慢看吧 坦白說,這個樓盤所處的地段位置 如果跟情侶男佬看完整個珠海澳門景那邊的海景單位去比 在景觀上是輸蝕了 但大家都看到它的單價不便宜 可能因為萬科考慮到自己一個軟形式的設計 而且在用料上,它都是給最好的料理 而且設計上的一樣東西,它都是走回一個新泳路線 因為大家都知道,有部份的豪宅盤其實在裝修方面 我想很多港人都會覺得過度金碧輝煌 走一些老套的格調和路線 所以萬科在自己的用料上似乎是比較有信心 當然,到底要非常漂亮的海景 還是要萬科這一類型的產品 是每一個客戶自己去考慮的 絕對不會說哪一道才是最好的等等 另外一樣不同的地方就是 萬科這個盤,它是相對面積較小的單位 76個方也有,99個方也有,130個方 人家可能最小的戶型都沒有130方 很多豪宅盤都在說140、150方起標去到200多方 所以總價肯定會高 如果你是想平價入手看到海景的這些屋苑單位 的確是可以考慮萬科這個進彎府 不過不要緊,無論你是覺得這個盤太貴 完全不考慮什麼都好 其實今集純粹是年初一帶大家開開心心 看看這些海灣的漂亮樓 我們一年下來介紹這麼多不同的產品 不可能每一個盤每一位觀眾都會喜歡 所以一會兒都是那句,看看模仿吧 有比較之下可能你又會覺得自己心儀的物業 那個單價等等其實是很吸引的 今集的內容就到這裡 若然有什麼意見要發表的 歡迎留言和大家說說 和大家說再見的同時 都希望大家今年笑口常開新龍活虎 下條影片再見 大家好,我們自家兄弟的銅鑼灣新店已經正式開幕了 歡迎各位觀眾和客戶隨時上來 了解大灣區樓盤的資訊 又或者可以預約我們看樓 大家記得了,銅鑼灣站的C出口 出口 出口後就跟著我們走 這裡就是寫字路路口 我們就是2304 23樓出來,左手邊 就可以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門店 銅鑼灣廣場二期是有自設的車庫 大家若然是開車的話 來到諾黑道就可以找到停車場入口 當然除了銅鑼灣店之外 如果你覺得方便到你的 旺角店這一邊 地鐵站出來 也是相當快就可以過到 胡舍新巷這棟大廈 在八樓出了升降機後 802和803室 就是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總店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拜拜